OK 大家好 我是我的OK 我是道慈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非常多人已經期待很久 甚至在我們還沒介紹之前 感覺就已經賣爆了一台相機 沒錯 今天要介紹的就是Nikon新推出的ZF OK 其實ZF除了今天這支影片 我們會稍微去跟大家介紹一下 機身本身的一些功能跟它的一些特色之外 我們接下來還會再上第二支影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今天你要購買ZF的話 有哪些推薦的鏡頭 你可以搭配一起購買 為什麼我會想要做這樣兩支影片 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是因為這次的ZF 因為它的外觀真的太香了 而且它的質感其實非常的好 我相信如果有去台北攝影器材展的人 多少應該都已經摸過實體的相機 而且可能身邊已經很多朋友 都已經有購入ZF 那你應該可以知道 它其實是一台 我覺得做工跟它的外型 搭配起來都非常厲害的一台相機 它也同時也保留了 可能包含了Z6II 加上了一點點Z8 Z9功能的一台全新的相機 所以它應該會吸引到很多 剛要跳進Nikon的玩家 決定直接進來購買這台相機 而且同時如果我們透過轉介的方式 即便你今天本身不是Z環的使用者 其實你依然可以購買這台相機 當作是你的另外一台隨身用的相機 那這台相機到底有什麼樣的魅力 以及我們會推薦什麼鏡頭 就會在今天以及我們的下支影片 依序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一開始我們在介紹這台相機之前 我們要稍微回顧一下 我們都知道這台ZF 這台新的相機 它其實是有點想要繼承了 當年Nikon經典的一台底片相機 就是FM2 我相信如果你在這近10年來都玩攝影的話 我相信FM2它一直都沒有在 攝影的群體間缺席 即便它是一台1980年的相機 但一直到我剛踏入攝影這塊領域 我剛開始接觸相機 大概是在08年09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其實網路上 還是有非常多人在購買FM2 而且很多的學校社團 甚至是一般在外面使用底片的玩家 都還是非常的推崇FM2這台相機 那為什麼FM2這台相機是這麼的經典呢 首先除了它當初比較親民的價格之外 我們就知道Nikon經典的底片相機 F系列就是它們的旗艦機 那FM算是比較入門一點的 比較平價一點的相機 所以在當時因為它比較平時的價格 也讓它的機身廣為流傳 讓很多剛入門學習攝影的人 都是從FM2開始的 那很多的FM2上面留有的一些經典的特色 這次都完整的被傳承到了這一台ZF上面 那如果你有去這次的台北攝影器材展的話 應該有看到 其實在Nikon的攤位上面 他們做了一個歷史的展示櫃 他們把過去所有經典相機一同擺放在一起 那同時你就可以看到 從FM2一路到最新的這台ZF 他們一些設計上面的一些 嚴格跟變化 我相信當年有在使用過FM2的玩家 今天如果你還有持續在拍照的話 那看到這台相機 我相信應該多少可以燃起你當時拿到FM2的時候的那種興奮的感覺 那在Nikon它從F系列進入到數位時代的時候 就在Nikon的DXR時期 其實那個時候也有一台仿造這種外型的相機 就是那時候的DF 那當時Nikon的DF 它其實有點類似Nikon D600的系統 去變成一台有點微復古的相機 這一次的ZF它其實就是Z6II的基底 再加上Z8 Z9的處理器 所組成一台類似Z6.5的一台相機 那接著我們就先從外觀以及它的一些功能 來仔細的跟各位分享一下 這台相機到底有什麼功能 那我覺得我們想要多花一點時間 來仔細介紹的原因是因為 可能有很多其實原本沒有在使用Nikon的用戶 它可能是別家的用戶 但是因為這台相機很多人都很推崇 而且看起來真的很好看 你有考慮跳過來 所以我們就順便來介紹一下 現在Nikon相機上面的帶有的一些功能 再加上其實我們對於之前Z8介紹的時候 其實有一些特殊的功能 我們那時候沒有講到 那今天我想說一併 剛好它都有搭載 那我們就一併把這些特殊的功能 跟大家做個分享 那當你今天如果有考慮購買這台相機 無論在設置或是在使用這些特殊功能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透過等一下要跟你介紹的東西 給你快速的去了解這台相機有什麼過人的地方 首先我們就來看外觀的部分 那外觀的部分 它的基本上操作的參數都會在機頂的部分 那這個就跟傳統的底片相機很像 那如果你有用過一些輻射相機 那可能跟X2那類的相機 它外觀設計上都是有點類似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在上面這個地方 兩個主要的最大的轉盤 一個是快門速度 一個是ISO值 然後以及它的模式 比如說包含了MASP Auto的模式 它在左邊這個地方有一個小小的撥桿 你可以直接透過轉動這個撥桿 去做一個很快速的調整 同時它最右邊這邊還有一個曝光補償 以及上面有一個小小的電子窗口 這個可以看到你的光圈顯示 這個是一個很可愛的設計 在ZFC上也是有的 然後它在前後依然有兩個撥桿 所以你可以知道它除了有快門 跟ISO兩個轉鈕之外 它其實還是保留了一般 現在相機所帶有的前後兩個滾輪 所以你的光圈值跟你的快門速度 還是可以透過前後這兩個來進行調整 那它在機背的部分 它本身是沒有帶有搖桿的 然後它有一些獨立的按鈕 同時它有一個十字鈕 那我自己也要特別講一下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其實是一個很喜歡搖桿的人 不過我覺得它的十字鈕位置還算可以 所以我這一次在使用它的時候 我有嘗試我一邊在拍照的時候 利用這個十字鈕來選取單點的 對焦點的位置的時候 我認為它的操作上其實還算是蠻方便的 當然比起Z8來說 我相信Z8的搖桿可能可以操作的速度再更快一點 不過這個十字鈕 大家如果有機會用用看的話 我認為它的位置還算是蠻方便的 那它的螢幕是翻轉螢幕 是標準的 就是我們現在很常見的那種翻轉螢幕 所以你要自拍或者是你要做直拍 它其實都是很方便的 它不是像Z8那種 就是兩個90度的翻轉螢幕 它是比較像大家常見的 最多採用的就是這種類型的翻轉螢幕 那我們都知道ZF這台相機 它其實是可以去更換皮的 你可以透過加一些價錢 你可以請原廠幫你更換不同顏色的皮 那它連後面這塊的顏色也是可以做更換的 所以整體的質感跟整體表現出來的樣子 就可以再更個性化一點點 它的快門鈕上面 也是可以自己加裝自己額外的快門鈕 所以我覺得其實很多人喜歡買一台相機 隨身帶著走 然後隨時就想要用這台相機 那很多人會想要把自己的相機 做一些客製化的設計 除了皮的顏色可以去做調整之外 我覺得加上快門鈕 也是一個大家很常會去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經過這些的改動 你可以讓這台相機看起來更像是 專屬於你自己的一台專用的相機 再來有它的一些特別的功能 譬如說包含了它在快門速度下面有一個撥桿 這個是這一次比較特別的設計 它可以透過一個撥桿去調整 它現在是拍照的狀態 還是錄影的狀態 以這台相機 我相信大家已經聽到LINE 而且都早就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 這個撥桿在撥動 它可以直接切換到黑白模式 它可以直接進入這台相機的黑白濾鏡 那我覺得它有一點點想要仿照 當年在底片的時代 很多人會拍攝黑白底片的那種感覺 如果今天你想要追求一些 回到攝影原點的感覺 然後你想要拍攝一些黑白影像 你可以很輕鬆的透過撥桿 直接把它轉成黑白的模式 而且我認為這一次在黑白的濾鏡調教上面 我認為它的接調是很舒服的 我都認為它原生的黑白 其實本身就非常好看 所以如果你也很喜歡黑白影像的話 你可以直接透過這個撥桿 在你拍照的過程中 直接就可以切成黑白的來使用 當然這邊要注意的就是 如果今天紀錄的是弱檔的話 它畢竟弱檔本身是不會變成黑白的 它還是幫你紀錄彩色的畫面 但如果今天你是拍攝JPG的話 你可以直接透過這個撥桿 就拍攝黑白的JPG的影像 前面有一個 這是Nikon相機的一個特色 就是它在鏡頭旁邊會有一些快捷鈕 那這邊有一個獨立的快捷鈕 你可以在這邊設置你自己想要的參數 可以進行快速的操作跟使用 那它的側面除了有Type-C的USB接孔之外 包含耳機的接孔以及麥克風的接孔 還有小的HDMI 都可以在旁邊進行連接 它的電池就跟現在擬控大部分的相機一樣 EN EL15C 15CC是最新款的電池 那它是用這樣子的電池來進行使用 那它記憶卡的形式 有一張SD卡以及一張MicroSD 其實我一開始它在上色的時候 我本來預測它應該是單卡記錄 因為像這樣子復古的相機 直覺都覺得它應該會做單卡設計 但是它很貼心的它做雙卡的設計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怎麼另外一張是Micro 但如果今天你主要是做拍照的使用 或者是錄影我覺得其實也是一樣 那你另外一個其實只是輔助寫入一些JPG檔 我覺得現在MicroSD 其實你在寫入JPG當作備份的話 其實還是足夠的 我自己在使用的時候 我的RAW檔就寫在SD卡裡面 那我的備份的JPG就會寫在MicroSD 那這個當然就是備而不用 就希望檔案不要壞掉 但是萬一發生什麼事情 我還是有一個備份的可以使用 接下來這個部分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台相機我目前的設置 我是怎麼樣去設置 我使用的這台相機 那首先在前面的這個快捷鈕 我設置的是白平衡 那大家都知道 現在其實我覺得 Nikon的自動白平衡它有很多種 如果你有在看Linx的影片的話 Linx其實有分享過很多 關於自然白平衡的一些 它的心得跟分享 那我自己在使用上來 我也覺得Nikon的白平衡 其實抓的很準 雖然說我是一個很喜歡 自己調整K值的人 但是在用這台相機的時候 我其實會把它轉成自動的白平衡 那我就會依照我的場景不同 我可能會選擇 它增加一點暖色的白平衡 或是單純自動白平衡 我可能會在幾個中間稍微去切換 看一下當下的那個時候 相機抓起來 哪一種白平衡比較接近我想要的 但不過因為 我在這個切換上也是很快的 所以我把它設置在前面 我認為就是你可以很快速的去切換 你想要的白平衡類型 那在它的iFunction鍵裡面 可以設置很多東西 這台相機它大部分的 基本要調整的參數都在外面 但是有一些功能 它其實是必須透過選單 才能去進行選擇的 譬如說像對焦的類型 它FS、FC 我會設置在iFunction鍵裡面 還有F的區域模式 那我一般用單點 但有時候會想要用一些全區域的偵測 那也會在iFunction鍵裡面去進行調整 然後它是可以進行像素位於拍攝的 所以今天如果你突然有一個高像素的畫面 譬如說你今天有一個場景 你覺得你需要記錄高像素的拍攝 這個在Z8上面有這個功能 你可以透過像素位移模式拍攝 那這個功能我們今天沒有辦法解釋太多 那總之它可以透過連續的拍攝 它能夠拍出一系列像素位移的影像 然後你可以再用原廠軟體進行合成 合成一個超高像素的畫面 再來它是有柔膚的功能 那如果你今天是拍攝JPG檔的話 你可以考慮開個柔膚可能會比較方便 再來我相信使用這台相機的 很多人可能會喜歡拍一些很有氛圍感的東西 它也可以進行多重曝光 而且現在你控的多重曝光 其實操作起來也很方便 你可以選擇你要的曝光張數 按下去之後它可以先顯現出你第一張的畫面 所以你在對齊拍攝的時候會變得非常方便 你可以透過你第一張的輪廓 你可以直接去對到另外一個你要的畫面 然後直接兩張去重合 再來你控相機現在有人像的印象平衡 你可以透過人像的印象平衡 去做一些膚色上面的偏移 如果今天你有很多人像拍攝的需求 有些膚色上面需要去控制的話 你可以透過這個選擇它有三種選項 你可以嘗試去自己進入選單裡面 去做一些細部的調整 再來它有防手震 你可以打開你的防手震 讓你在拍攝的時候比較減少 手震對你的畫面的影響 同時它還有對焦移動拍攝 就是當你今天要拍攝一個超焦距的東西 比如說你今天有點微距的需求 或者是你今天在一個暗場 你需要從頭到尾的景深都非常清楚 你可以設置對焦移動拍攝 將你的相機架好腳架之後 你設置好你要拍攝的範圍以及張數 它可以快速的幫你在所有的焦距內都進行拍攝 那這個時候你在後製需要合成的時候 就會非常的方便 比如說今天如果你有些室內空間拍攝的需求 場地可能比較暗 你需要連續用大光圈拍攝很多張照片去進行合成 你可以利用它附有這些小小的功能 你可以幫助你在做一些拍攝案子上 可以達到更好的效果 利用相機自動幫你把前後的景深都拍攝下來 之後在軟體裡面再進行合成 再來它同樣具有預先釋放捕捉的功能 當你今天把拍攝模式切成C30的連拍模式的時候 這個時候會是一個電子快門 那你同時可以開啟預先釋放捕捉 那這樣的功能就是當你今天半按快門在對焦的時候 它其實會一直不斷的幫你記錄 在你真正按下快門之前 它會再幫你補回前面幾張 有時候我們在拍攝一些連續的畫面 可能奔跑或者我之前像拍F1 你可能在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才按下快門 其實你慢了那麼一點點 其實真正最完美的照片 可能會在你按下快門的前一張 那這個功能就可以幫你在你按下快門之前 先幫你記錄在快門前的那一張 這個對於有很多連拍需求 或者是拍攝一些高速題材的人 我相信它會是有一點幫助的 那再來它當然可以切成完整的寧靜模式 以及它也可以開啟HDR模式 所以很多其實一些新的功能 在這台相機它其實都有完整的搭載 它不只是外觀是一台復古的相機 它其實同時具有很多比較先進的 現在所謂相機具有的功能 最後我們再稍微簡單分享一下 我相信有些人都會對上面的快門這個地方 它有很多數字感到有點好奇 它在上面基本的快門數字 它從1 2秒到1 8000秒 它直接是用白色的數字來顯示 然後它有一些紅色的數字 紅色的1秒就是1秒 紅色的2秒就是2秒 然後它還有B快門跟T快門 所謂的B快門就是以前B就是Bubble的意思 B快門是當你今天要進行一些長時間的曝光 你可以按下快門 按下去之後就開始曝光 放開之後就會完成曝光 這是B快門 它還有一個T快門 T的話是Time 那就是當你今天按下去之後 它會進行開始曝光 直到你要結束曝光的時候 你再輕按一下快門鍵 它就會結束曝光 這是B跟T 兩種可以拍攝長時間曝光的方式 以及它有一個X快門 其實在FM2的相機上面 它就有X快門了 X的快門速度其實就是跟閃燈的同步速度 當你今天加上一些閃燈 比如說像我現在 像我現在隔空取到了一個小閃燈 那今天當你接上了像這樣子的閃燈之後 你把你的快門速度調成X 你打開你的閃燈 當它回電完成之後 你就可以直接設置好你的參數 你就可以開始進行拍攝了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有點復古的設計 不過我覺得相當的好玩 以上就是這台相機 那這台相機我們在下一支影片中 會完整的去介紹 我認為現在Nikon推出了一些鏡頭 以及轉接一些鏡頭的話 有沒有什麼是我特別推薦 當你今天第一次要購買這台相機 以及第一次要踏入Nikon Z環 這個領域的朋友可以優先購買的 那剩下的部分 我們就留到下一支影片再跟大家分享 最後做個總結 這台相機我認為除了本身就是Nikon用戶 而且你很喜歡復古相機的人可以購買之外 我認為無論你現在使用的是哪一架相機 這台相機都蠻適合當作你 就是額外購買一台 就是隨身可以攜帶的相機 我們都知道工作用的相機 對我來說我是一個直接攝影師 我有工作用的相機 其實我偶爾出門的時候 我還是希望能夠帶有一台 隨身好用的相機 那那台相機如果你又希望它很復古好看 又希望它是全片幅 又希望它可以轉接很多鏡頭的話 我覺得這台相機包含Z環 本來現在就是一個非常適合轉接的機種 所以這台相機我認為 也是所有的使用者都是非常推薦的一台相機 那對於入門人來說 因為它的參數全部都是外露的 我也認為當你今天剛開始要學習 觀光圈快門ISO的配置的時候 這樣子能夠用滾輪來調整參數的一台相機 也非常適合新手來進行使用 再加上它的性能絕對是現在 還算是前面梯隊的一台相機 OK 我們今天關於這台機身本身的介紹就到這邊 那關於鏡頭我們就聊到下支影片 我們是我的OK 我是浩慈 錄影的是正宜 後面再用電腦的是玉涵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 再評測一下 我們有一點有 ged 我們就趕いき一下 點應該 至於我們早節夜 被人暫在下支影片 安全